这群小奶狗是神圈雪莉的孩子 距离上次森林火灾营救 如今已经过去了两年之久 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英勇男孩 塞巴斯蒂安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成为小男人的他 已经可以帮着爷爷分担生活压力 而为了养活三个好大儿 雪莉也开始了打工挣钱 每天都在努力搬砖 给狗宝宝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因为之前的一些英勇事迹 雪莉成了父亲的明星犬 一家的生活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这天蒂安放学回家 半路遇见了一个鹿吃胡子男 对方要他帮忙带鹿 善良的蒂安坐上车给其指鹿 但怎么也没想到 胡子男要去的地方竟是他的家 看到胡子男出现 雪莉的眼中满是恐惧 感觉就像对方虐待过他一样 胡子男直接表示要接走雪莉 着重声明雪莉是他的狗 四年来一直都没有停止寻找 若不是从报纸上看到新闻 他还以为雪莉已经嘎了 蒂安听完根本不信 他知道雪莉曾受过虐待 就算对方说的是真的 也绝无可能再把狗子带走 胡子男一脸无辜 表示自己从来不虐狗 见他如此不开窍 爷爷便让蒂安把猎枪拿来 胡子男见状只好兴兴离开 虽然暂时解决了难题 可胡子男临走时的眼神 还是让爷爷感到隐隐不安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 镇长就找上爷爷谈话 胡子男见来硬的不行 又开始利用法律维权 带来村民的书面证词 用来证明雪莉是他的狗 爷爷无比愤怒 却也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不得已只能找上胡子男私下交易 本来价格已经谈妥 起料 仅是买下雪莉 爷爷就要卖掉房子 胡子男如此不要废死的行为 世界首富来了 都得尊称他一声大哥 问题没有解决 爷孙俩也无心干饭 蒂安不想让爷爷为难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决定 趁爷爷睡着的时候 偷偷收拾行李 准备带着狗狗们离开小镇 结果刚从地窖中拿出食物 就被监视的胡子男当场抓获 对方自以为是的避避半天 完全忘记了雪莉还在旁边 美丽的阿尔卑斯山脚下 蒂安和雪莉在雪中艰难前行 突然他们停下脚步望向远方 发现一场风暴正朝这边袭来 但他们没有退缩 片刻功夫暴风雪席卷而至 白茫茫的世界中 蒂安寸步难行 他鼓励着雪莉不要放弃 自己却脚下一滑不慎摔倒 等再次起身已然迷失了方向 风雪越来越大 蒂安的处境也愈加危险 饥寒交迫之下 终究耗尽最后一次力气昏死过去 恍惚中 蒂安见到了过世的母亲 母亲轻抚着她的脸颊 鼓励她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在蒂安快要不行的时候 雪莉终于找了过来 见小主人一直昏迷不行 急忙把她拖进挖好的雪洞中 三只狗宝宝也学着雪莉的样子 围在蒂安身边给她取暖 不知过了多久 风雪逐渐平息 厚厚的积雪中伸出一个脑袋 雪莉的不离不弃 成功从死神手里把蒂安抢了回来 风雪散去 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这次生死经历 让蒂安和雪莉的感情更加深厚 随后他们再次出发 终于来到曾经放牧的小屋 为了拥有一个舒适环境 刚一进屋他们便忙碌起来 修理门窗打扫卫生 雪莉一直跟着蒂安打下手 只有三个小家伙不知疲倦的导致乱 自由的感觉非常不错 只是与填饱肚子相比 显然还是后者更重要 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 蒂安开始学着外出打猎 还给雪莉制定了一套行动手势 看样子好像并不实用 别说雪莉看不懂了 王帝看的也是一脸懵逼 蒂安先后尝试了多种战术 最终发现还是钓鱼比较适合自己 另一边 自从暴风雪过后 爷爷每天都过得度日如年 他担心孙子的安危 又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好在蒂安的铜桌 猜到了蒂安藏身的地方 去年夏天 爷爷去牧场放牧 记得孙子说过非常喜欢那里 爷爷赶紧找到镇长帮忙 却不知谈话的内容 全被胡自然偷听到了 前往牧场的路上 胡自然提前埋伏在前面 等镇长开车出现 直接一枪打爆车子的轮胎 险些导致爷爷两人掉下悬崖 利用这个时间 胡自然率先一步抵达木屋 果然发现了狗宝宝们的存在 刚好这时 蒂安从河边返回 间隔大老远 雪莉就察觉到了牧庙 等他跑回木屋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孩子 已经被胡自然关进铁笼 为了孩子 雪莉不得不与蒂安分别 甘愿落入胡自然的陷阱 亲眼看到爱犬被抓 蒂安悲痛落泪 却没有能力阻止这一切 夜晚爷爷赶来 看着一脸没落的孙子 决心要为蒂安讨回点利息 次日一早 爷孙三人继续上路 一路甩尾加飘移 来到胡自然生活的村庄 没想到几人刚下车 蒂安便看见了雪莉的身影 随即悄悄跟在后面 等他走近一看 嗯 你啥时候画眼影了 狗子带着蒂安走进一户人家 通过与女主人交谈得知 原来这只大白熊是雪莉的妈妈 正是因为闻到了女儿的味道 才会跟蒂安如此亲近 时候蒂安找到爷爷 跟着女妇人来到一间小屋 这里是雪莉前主人生活的地方 老人病逝后 胡自然就把雪莉抢走了 这家伙是村里出了名的狗贩子 一脸恶霸长相 根本没有村民敢去跟他理论 加上当时又在打仗 久而久之 此事也就被大家遗忘了 只有女妇人与心不忍 找一个机会放走了雪莉 事情已经了解清楚 几人决定分头行动 得知胡自然喜爱赌博 镇长来到酒吧 以自己的小破车为筹码 与对方对赌拖延时间 另一边 爷爷三人来到胡自然住处 因为没有钥匙 捣鼓半天也没能打开狗笼 不得已 蒂安只能暴露绝血 该说不说 所的质量确实牛掰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迟迟见不到收退信号 镇长也开始慌张起来 一副做贼心虚的表情 当场就被胡自然试破 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泡拳 等他赶到家时 发现狗子已经不见了 胡自然料到几人还未走远 他拿着枪四处寻找 捡威胁的话不好使 又用比狗还灵的鼻子闻了闻 蒂安以为藏进墓地很安全 危机关头 外面传来一声狗叫 胡自然回头就是一枪 吓得狗子赶紧开溜 等他追上来才发现中计了 这只狗居然是雪莉的妈妈 蒂安带着雪莉逃进森林 无奈人生地不熟 最后还是被胡自然追上 为了保护雪莉 蒂安拿出小刀勇敢对质 胡自然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羞辱一番后 直接将蒂安摔在了地上 随后抽出四十米长大砍刀 一步一步逼近雪莉 雪莉被吓得连连后退 推到湖中央时 他突然停了下来 不等胡自然反应 蒂安冲到水坑边失声痛哭 痛恨自己没有保护好雪莉 但下一秒奇迹发生了 雪莉游出了水面 蒂安健壮急忙把他拉上岸 这一次说什么也不会放手了 事后 蒂安把狗宝宝们 送给了他最信任的几个人 自己则带着雪莉登上飞机 开始了一段新的冒险 就像爷爷和女妇人说的一样 分别的一天总会到来 不然怎么享受重逢 《灵圈雪莉三》生予于2017年 改编自法国著名童书 也是三部曲的最终天 全球范围内拥有近八百万的观众群体 简洁正向的故事非常适合陪孩子观看 让小朋友感受忠诚 友情 亲情 以及坚韧的精神 思考人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从中找到启发和共鸣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